我的蝶豆花 從六月份種到十月份 完全不開花 長了大概三公尺長 以上 我全部把它剪斷 只留下大概 這麼高吧 左右 然後全部葉子都剪框框 留一點點而已 現在搬到了頂樓陽台 接觸陽光大概一個月左右 現在看到了很多的花苞 花苞就有點像兩片葉子這樣 包著 我在舉比較明顯的像這種 兩片葉子包著 這種大概都是花苞 然後花會從中間 當然我第一次種 也許說的不準 這是我的觀察 這花苞都是 中間就會開出蝶豆花 像這個都是 很多 現在越看越多 幾乎都是 這樣子明顯的 看得出來就是 這個蝶豆花就是要陽光 沒有陽光我看 它根本就沒有辦法開花 現在有一個 這個 看起來開得比較大的 這塊要開花了 已經紫色的花露出來了 到處都是花苞了 太棒了 這個都是本來要死掉了 你看都變色了 都變黑的 可是你看現在的葉子 長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滿意 Västra 你看 你 你 你 是啊